它又下去明天依旧爬上来 而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中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现在是晚上的6点37分 我吃了个晚饭然后出来走一走 路上刚接了个传单 本地相亲群 主要就是集结了一群 一大部分的单身的青年 然后弄了那么个群 其实我看了这些东西 我好像发现蛮多的 深圳这边 所以有人就发现了这么个市场 当红娘啊 然后把单身的人让他们找到对象 从中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价值感 还有经济也得到一定的回报 所以也是不错的 最早期呢我在16年的时候 有在地铁上有看到一些像相亲的一些广告 像那什么我主良缘啊 还有一些茶乱七八糟的 不瞒大家说 我16年的时候 其实有一天在地铁上上班的过程中觉得无聊 所以就直接就关注了 那个这一类型的那种相亲的公众号 然后留下了我自己的那个联系信息 结果有一天就真的有一位 红娘老师男的就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挺好的啊 然后本科毕业啊 然后刚毕业找男朋友最合适了啊 然后什么什么跟我聊起了个人问题 当时我刚毕业嘛 然后就对于很多新鲜的东西 然后新鲜的人事物我都蛮感兴趣的 所以就那通电话我觉得好像就通了将近四十多分钟 然后然后那个电话就挂了 但实际上那通电话也就是跟我聊了一些 哎呀人生规划的问题啊 就扯啊扯啊扯 就偏离重点了 我估计那一位那个红娘老师估计就是刚入行不久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就是像现在嗯毕业好几年了的话 那个父母吹得更紧了对吧 然后可能那个七大姑八大婆 只要想着要给你介绍对象 我觉得真够焦虑的 个人问题嘛 我觉得嗯 随缘 遇到合适的就有了 不合适的我也不想说勉强自己 另缺勿滥 就有很多朋友在我视频下方评论老说 啊 交男朋友了没 结婚了没 有老公了没 嗯 我在这个评论亲口的对大家说 没有 没交男朋友没有老公还没结婚 我呢是对于婚姻 另缺勿滥 首先把自己活得开心了 幸福了 然后 嗯 婚姻爱情是锦上添花 这才是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 其他嗯 不好说 也不能把话说的太绝对吧 也不会说哎呀我就一定绝对 嗯 这样的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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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到时候啪啪打脸 但是目前的为止呢 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呵呵呵 对吧 哎呀 哎呀 算了 应该再走回去了 又赚回去 现在 7点40 我要 嗯 6点40 我要7点钟之前是要回到办公室 今天又得加班加到9点 啊 不想说话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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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唱首歌 嗯 最后的话给大家来一首粤语歌吧 嗯 其实那一天 昨天我去玩 路上有唱 结果视频太长了 给我剪掉了 呵呵 唱一首那个 蔚蓝的 你的眼神 粤语版 首先说明我的粤语不太流利 呵呵 不太 标准 来 怎么唱来的 7楼 车 但但仍略下歌 甚至没有灭泪 它风似走来的雨 我夜亮自已今颓途 困你 你偏 将心事闷着 就算 在我身体验人 就算 不愿 我都 心心见着 见着 都心心 见着 一眼闪 你的眼上 使我心里着迷 哈 一张落山 轻轻地留住 现丑了 好了我现在准备回去加班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号 亲爱的Lily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